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别人不顺眼是自己修养不够 孩子吵架的时候我常常拿来用 用来骂他们 以前会觉得近世纪教学是拿来教别人的 可是后来会觉得 其实跟孩子之间是教育相长的 有时候学生会两个人在那边 互相骂来骂去的时候 以前我都会很大声的再喊回去 可是后来我都会走过去 对不起老师没有把你们两个教好 有一次在上近世纪教学的时候 其中有一个小孩子说他看爸爸不顺眼 我就问孩子说 你可不可以像看不顺眼的人说一声对不起 隔天爸爸带着孩子来跟我讲 他说老师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 喝热酒小孩看我没顺眼 好 双手合十 感恩父母 感恩施掌 孩子回家生活时间我自己做了没有 所以我就一直把这句近世语来涵养自己这样 好 亲爱的孩子 早 亲爱的大孩子 我们到学校去要学什么 学礼貌对不对 你们到学校去有没有跟老师 说亲爱的老师早 上人说你只要用心去教育别人的孩子 然后你要用智慧去教育自己的孩子 没问题 这是除了 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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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